講起香港茶餐廳的熱門餐飲 凍檸茶必佔一席位 但凍檸茶背後的故事 大家又知道多少呢? 凍檸檬茶的圓形叫Ice Tea 最早出現在1879年的一本食譜 是當時美國南方的黑人飲品之一 不過當時就用綠茶 現在的紅茶版直到1904年就出現了 香港就是50年代已經出現了冷熱檸茶 在冰室和大排檔都大受歡迎 檸檬茶和奶茶通常都是共用一個茶膽 用斯里蘭卡的石蘭茶葉拼配而成 當一家茶餐廳的奶茶都做得那麼出色 檸檬茶照計都不差得去哪裡吧? 雖然都是有檸檬、有茶、有冰 但外國無論是英、美、日 凍檸檬茶都是茶和糖為主 檸檬茶就是拿個香味 可能就只有一個小塊或者是一兩片 不少快餐店連檸檬都不用 給點檸檬汁就算了 香港人就不同了 茶底和檸檬同樣重要 一杯好的凍檸檬茶 茶色呈透切的虎帕色 茶味、檸檬香、酸甜兼鼻 更要帶有適量的澱味和甘 凍檸檬茶的檸檬片有厚有薄 厚切會放三片 薄切放約五至六片 刀工熟練的水巴師傅 可以將一個約7cm的檸檬刺成10至12片 薄片易燉 可以散發更多的檸檬香 做凍檸茶的步驟 首先入杯加入八成滿的冰粒 再倒入凍檸茶底 檸檬片可以在加冰前或者加茶後放入 前者方便便燉 後者賣上更加美觀 大家喜歡哪款擺法多些呢? 一起在下面留言區分享一下吧!